国防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 会上有记者问 据媒体报道 中国海军辽宁舰和山东舰 近期同时在海上执行训练任务 重点锤炼执行双航母作战任务的能力 请语证实并评论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大笑 就此作出回应 中国海军辽宁舰和山东舰 已分别完成例行训练和海上试验 上述活动的目的是 检验武器装备性能和部队训练水平 提升旅行使命任务的能力